一年级的同学,早安,我是Teacher Go 今天是我们科学课的最后一天 这个星期呢,我们学了单元步,动步 所以今天老师要来跟你们进行复习 你们还记得这个星期我们都学了什么吗? 在开始复习之前,请先准备好你的科学作业 今天会做的是第15页到第19页 这5页的练习题呢,主要是让我们想回和复习 这个星期我们都学了什么呢? 那么老师建议你们先自己做 然后呢,才观看这个影片 看看你的答案和老师的答案是否一样呢? 如果不一样的话,可以用蓝色的笔 在旁边的空位写下老师的答案哦 你要定真,也是用蓝色的笔来定真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那么老师就开始复习咯 老师会先跟你们复习 这个星期所学的东西,然后才进行练习题 那这个星期我们学的就是单元五,一整个单元 那么这个单元是讲动物的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学的是野生动物和宠物的分别 再来呢,我们又学了动物的身体部分 除此之外,我们还学了动物的自卫方式 最后呢,我们学了爱护动物的方式 所以这四个主题呢,都是我们这个星期所学的科学 老师先来与你们复习第一个主题 就是野生动物和宠物的分别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什么是野生动物和宠物吗? 那我们要如何分别野生动物和宠物呢?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宠物, pet 那么我们要怎样看野生动物和宠物呢? 野生动物呢,它其实通常都会有比较凶恶的外表 也就是让人看了呢,会很害怕的 你会不敢靠近它 所以呢,你就没有机会靠近它伤害它 因为野生动物呢,它并没有人类照顾 它没有主人 它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所以它一定要有比较凶恶的外表 才看起来不好欺负 别的动物才不会那么容易欺负它 那么凶恶的外表呢 它的英文就是fierce appearance 那宠物呢,它就不同了 它有比较可爱的外表 因为呢,它需要好主人的欢心 它需要让主人很疼爱它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可爱的外表 那么可爱的外表 它的英文是lovely appearance 那么凶恶的外表呢 就比如有野兔啊,狮子啊,老虎 这些它们看起来都是很凶的 可爱的呢,就有hamster啊,rabbit啊,这些动物 那第二呢,野生动物 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aggressive 攻击性的意思说 它会伤害对方的 不论它是伤害动物还是伤害人类 只要呢,它感觉到有人要抓它 要伤害它呢 它就会有这个攻击性 那宠物呢,它是没有攻击性的 not aggressive 那么有攻击性呢 比如说,它有尖利的牙齿啊,尖利的爪子啊 这一些本身体的部分,有一些地方很有攻击性 它会利用身体的部分来保护自己 那么宠物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第三,野生动物是无需,就是不用人类照顾的 no care is needed 它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它肚子饿了,它会自己去抓食物来吃 那么宠物呢,是需要人类照顾的 care is needed 它需要人类喂它 需要人类陪它玩 它需要主人的关爱 主人的疼爱 这些东西是野生动物都不需要的 再来呢 野生动物,它是住在大自然里面的 live in nature 那宠物,它是住在人类的家 live in home 比如,住在大自然的呢,就有森林啊 那么森林里面会有什么动物呢? 有狼,狮子,老虎等等 还有草原,grass land 就是有斑马,大象啊 或者是海洋生物 这些动物呢,它们都住在大自然里面 反而宠物呢,它是跟人类一起住的 所以它是住在人类的家了 同学们,现在你们会分辨野生动物和宠物了吗? 宠物是需要被照顾的 宠物呢,它一直以来都被人类照顾 所以它没有自己找食物的能力 对吗?同学们,刚刚老师有说 宠物它是需要人类喂的 而且呢,它需要人类的肯爱的 所以我们如果一养了宠物 就请你们好好地照顾它 到它死为止 不然呢,它没有了人类的照顾 自己又不会找食物 它就会死掉哦 那野生动物,它适合当宠物吗? 是不适合的 野生动物呢,因为它一直以来都住在大自然 自由自在,而且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它突然改变了 它就会觉得不习惯啊 不开心,生病,甚至会死亡 所以我们不要打扰它们 其实也是爱它们的一种方式来的 动物的身体部位 那么动物有什么身体部位呢? 第一个就是 扑 扑呢 是帮助游泳的 比如说一些在水上活动的动物 鸭子啊 鹅啊 青蛙 这些动物呢 它都有扑 因为它需要游泳 第二 毛发 那么毛发呢 就是帮助保暖的 不会让动物太冷 比如说北极熊 它就有很厚的一个毛发 有些动物也有毛发的 比如狮子 白兔 等等 这些动物都有毛发 第三 翅膀 翅膀呢 是帮助飞行 翅膀可以让动物们做什么呢? 就是可以让动物们飞 所以大部分的鸟类都会有翅膀的 因为鸟是在天空上飞 我们看的老鹰啊 鹦鹉啊 或者是一些麻雀 小鸟 等等 它们都会有翅膀 那么这个尖尖的嘴巴呢 我们不叫嘴巴 我们叫慧 这个慧是拿来帮助获取食物的 就好像我们人类用筷子来夹食物一样 那么有慧的动物 它就使用它的慧来去吃食物 夹起那个食物 比如它要从水中抓到那个鱼 它就可以用这个慧去抓鱼 那么鸡呢 攻击它要吃小虫 它也会用慧来夹起那个小虫来吃 第五 脚 那么这个脚呢 都是长在头上的 动物的头上 那么这个脚 可以拿来攻击敌人 就是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可以用这个右肩 右硬的脚来去攻击敌人 来保护它自己 不让它自己受伤 什么动物会有脚呢 比如说鹿 或者是一些水牛 山羊 等等 它们都会有这个脚 第六 腿 有很多动物都有腿对吗 腿是哪来 帮助移动 什么时候动物需要移动呢 比如动物要找食物的时候 或者是它要寻找它的同伴的时候 都可以用腿来去移动 那么这个腿呢 如果它后面的两只腿 我们称之为后腿 后腿很强壮的动物 它通常都跑得很快的 比如老虎 比如老虎 鲍 鲍 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触角可以帮助动物辨别 气味 嗅到哪里有它们爱吃的食物的味道 同时呢 同时呢 这个触角还可以帮忙发出信号 跟它的同伴呢 来求救或者是沟通 第八 尾巴 那么尾巴呢 可以赶走蚊蝇 就是蚊子和苍蝇 因为如果蚊子和苍蝇 一直在动物们的屁股那边 绕来绕去 它们就会觉得很烦 很痒 所以它们就会用这个尾巴来赶走它们 再来呢 这个尾巴可以帮助身体降温 因为尾巴摇来摇去的时候呢 会有产生这个风 所以风呢 就可以帮忙身体降温 铃 那么我们平时呢 是叫铃片 铃片呢 我们看很多鱼 都是会有铃片的 蛇也是会有铃片 穿三甲也是会有铃片 那么这个铃片 是用来保护它们的身体的 因为呢 它们没有毛发 又没有羽毛 要怎样保护身体呢 就是有这个铃片 那么没有铃片 又没有毛发 没有羽毛的 它就有外壳 外壳呢 也是保护身体的 比如蜗牛 乌龟 等等这些动物 它们都有坚硬的外壳 可以保护到自己 所以结论 动物身体的每个部位都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让动物可以继续生存和延续后代 可以让它们仍有活着的机会 可以保护到它们自己 所以就是可以继续生存 那么你们知道吗 小朋友 动物们 其实有在帮我们 清理这大自然的环境 比如说兔鹰就是没有毛发 没有头发的兔鹰 它其实是大草原的清洁工 帮忙清理在大草原死掉的动物的尸体 所以尸体呢就不会留在那边太久 来发臭 来传播细菌 因为呢 这个兔鹰都帮忙解决掉了 因为呢 它会吃草原上 动物的尸体 羌狼 那么羌狼呢 也是大自然的清洁工 清洁工的意思就是帮忙我们 清扫的 帮忙我们打扫 来帮我们弄干净这个大自然环境的 羌狼呢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死壳狼 那么死壳狼 就是专门吃大便的一种昆虫 它们以大便为它们的食物 可是呢 对人类来讲 这个羌狼呢 是帮了很大很大的忙 为什么呢 因为它帮忙我们清理大自然中 所有的大便呢 大便里面呢 其实会有细菌 会有病菌 而这个羌狼 却帮我们清理掉了 使得我们这个大自然环境 很干净 也不会有细菌在那边传播 第三 碧莹 碧莹是苍蝇的一种 那么它是绿色的 所以人家都叫它绿头苍蝇 那么这个碧莹呢 它是动物尸体的清洁工 它跟兔鹰其实做着一样的工作 可是呢 兔鹰它是吃下去的动物的尸体 碧莹它是呢 从它的嘴巴吐出一种液体 就是吐出一种水 然后那个水呢 可以分解那个尸体 那么那个动物的尸体就会慢慢的变成水 然后那个碧莹就把它喝下去 作为它的食物 所以这三个动物呢 其实都帮着我们大自然 清理 使得我们大自然很干净 当然同学们 不只是这三个动物 还有很多动物 其实都在保护着我们大自然 所以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们还知道什么动物 是保护着我们大自然的吗 所以结论呢 动物在保护着这个环境 我们也应该好好保护这个环境 来让动物可以继续生存 动物的智慧方式 那么同学们 我们这个星期呢 一共学了四种动物的智慧方式 第一种就是伪装 伪装就是我们平时讲假假的 比如说它身上的颜色 跟植物的颜色一样呢 它就躲在那边 躲起来假假的 不让敌人可以那么容易看到它 那么有什么动物呢 就有变色龙啊 竹节虫啊 螳螂这些动物 第二 说净应可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因为它的身体很转 对吗 又没有毛发 又没有鳞片 所以呢 它一遇到危险 它要如何保护它的身体 它就是缩进它很硬的壳里面 所以别人也伤害不到 它的身体 比如乌龟 蜗牛 第三 自断身体部位 就是它为了逃跑 它宁愿断开自己的身体部位 可是 不是每个动物都可以这样做哦 可以自己断开自己身体部位的动物呢 它的身体部位 有一些部分 它可以有再生的能力 就是它可以再生回来 比如说它断掉了它的尾巴 可是过不久呢 它的尾巴还可以再长出来 就是壁虎啊 章鱼啊 海星这些动物 第四 卷曲身体 那么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就会把它身体卷起来 比如穿三脚 它把它身体卷起来 那么它 身体表面的那些很硬的鳞片 就可以保护到它 所以这四种呢 就是我们 这个星期学到的动物的智慧方式 结论 动物们可以依靠自己身上有的特征 来保护自己 让自己可以躲过天敌的伤害 或者是让敌人不容易察觉自己 所以这些动物呢 它都靠自己身上有的东西 来保护自己 动物呢 不只是人类的好朋友 它们还一直帮助着这个地球 对吗 好像前面老师说的 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它们 不应该伤害它们 那么我们有四种 爱护动物的方式 比如不看动物表演 我们就为了减少那些动物被关起来 然后被打 被没有给食物吃 就是只为了要表演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减少 看这些动物表演呢 就有很少的动物被关起来啦 不购买动物产品 因为呢 有些东西 它会拿动物来做实验 所以我们就不买这些 拿动物做实验的这些产品 那么这些动物就不会 一直一直被人类抓去做实验 减少开冷气 那么这个是避免温室效应的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什么是温室效应吗 就是地球表面的温度 越来越高 天气越来越热 那么很多动物都会受影响 如果真的真的太热的呢 动物们甚至还会死亡 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来使这个地球表面不会太热呢 就是减少开冷气 因为冷气排出来的 都是氧化碳 会使这个温度提高 会变热 第四 不浪费纸张和纸巾 那么这个呢 也是避免温室效应的 因为纸张和纸巾都是用树来做 所以呢 如果我们砍掉了很多很多的树 那些树就不可以释放氧气 来让我们降温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爱护动物的方式 当然还有很多种 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让老师知道哦 结论 爱护环境也是爱护动物的一种表现哦 因为呢 大自然环境就是动物们的家 所以我们爱护他们的家 其实也等于爱护着他们啦 同学们 现在呢 我们来看练习题 请打开科学作业的第十五页 还没有完成的同学 请暂停这个影片 你先做完了 才继续观看哦 因为老师会直接与你们讨论 A 确认以下的动物身体部位 画线连一连 所以呢 他会给你图片和一些字 我们要观看他的图片 配跟哪一个字 我们再来画线 我们先看一遍他给的选择 第一个是铃 就是铃片 会 羽毛 吸脚 脚 脯 鼻 起 起 外壳 外壳 尾巴 尾巴 翅膀 翅膀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小鸟 它们的嘴巴 我们叫做 会 所以哪一个字是会呢 第二个这个字是会 我们都要 画线连去会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画线 把第一个图片连去第二个字 好 第二个图片 其实呢 这个是 西牛的鼻子 所以这个就是西角 那么西角呢 并不是长在 头上的 它是长在西牛的鼻子 靠近鼻子的那个部位 部分 所以哪一个是西角呢 西角就是这个 西角 所以我们要画线去西角 记得用尺画线哦 同学们 要用尺来画直线 第三个字 这个是 翅膀 小鸟都会有的翅膀 那么哪一个是翅膀呢 最后一个字 是翅膀 所以我们要画线去最后一个 第四 这个呢 是鱼的身体 我们可以看到 鱼的身体 它这个都是 鳞片 所以我们要画去 鳞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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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去 鳞 第五 这个呢 是帮助 鱼游泳的 起 起 是哪一个字呢 我们看看 这个 就是起 你看到它旁边 有一个鱼的字吗 所以这个起 我们画去 第五题 第六 第六 这个是 鱼 帮助它们游泳的 鱼 那么哪一个字是鱼呢 这一个就是鱼 我们看到有一个竹字旁吗 就是代表脚的意思 是动物的脚 可是鱼是每个动物哦 是有在水上活动的动物 都会有的鱼 所以我们要画线 鱼 所以我们要画线 鱼 第七题 这一个是三羊 三羊的头上有什么呢 有脚 通常脚都是长在头上的 鸡脚不同哦 所以脚我们画线 第七题 画线去脚 好 第八题 这一个是 乌龟的壳 对吗 我们叫做 外壳 所以把这一个第八题 画线去外壳的部分 我们来到第九题 第九题 这一条长长的是什么呢 就是动物的尾巴 就是动物的尾巴 所以我们将尾巴化线 第九题是尾巴 最后一题啦 这一根是什么呢 这一根就是羽毛 小鸟都会有的羽毛 所以我们第十题 画去羽毛 同学们 你们都做对了吗 如果你要定正的话呢 请用蓝笔定正 好了 之后呢 我们来到第十六面 也就是下一面的练习题 B 确认以下的动物 身体部位 甜一甜 那么这个呢 就是要你自己写的 上面呢 都已经 我们看过的那些字 对吗 动物的身体部位全部 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写上去啦 第一题 动物的外皮 有什么呢 A 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鱼的铃片 所以我们要写上 铃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 写上 0 第二 这是什么呢 这是 小鸟都有的羽毛 所以我们要在B 这个空格里面写上 羽毛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要在这里写上羽毛 好 那么第三 C的 C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外壳 所以我们要在C的空格这里写上 外壳 所以同学们我们来写上外壳 D 这一个是兔子的毛发 它的毛发 所以我们要在空格里写上 毛发 同学们你们都做对了吗 如果你们要订阵 请用蓝笔在下面的空格 订阵哦 接着呢 我们就来到第二题了 动物的头部有什么 它们的头上到底有什么呢 A 这个是牛 那么牛它的头上 我们看到这个吗 这个我们叫做 脚 所以我们要在A的空格里写上脚 好 同学们我们写上脚 接着呢 第二 B的 这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鸭子 鸭子 鸭子的 会 还记得吗 会 有一个口质旁的会 其实代表着它们的嘴巴哦 所以会写上去 C 这个呢 是犀牛 犀牛它的鼻子上 有的是 犀角 不是脚而已哦 是C脚 记得不要写错字哦 C脚 我们来到D 这一个 两条长长的 到底是什么呢 蟑螂头上 长长的 触脚 蝴蝶 蝴蝶啊 蝌蝦 蜗蜜 蚂蜍 蜘蜃 蜗蜃都会有 畴 蜱蜱 蜡蜈 蜍蜃蜦 蜂蜋都会有 人物的身体有什么 我们看这一个东西就是 鱼的起 帮助他游泳的起 所以他旁边也会有一个 鱼的字的起 看到吗同学 他旁边有一个鱼的字 然后一个老一个日 记得不要写错哦 再来 这一个呢是马 马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当然还有很多动物都有尾巴 所以我们写上 尾巴 再来这一个呢 就是 翅膀 帮助飞行的翅膀 我们也写上翅膀 我们也写上翅膀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有在水上活动的动物们的 可以讲说是脚板的 可是它们不叫脚板 它们叫做 脯 有一个竹字旁的 脯 可以拿来帮助游泳的 同学们 同学们 你们都做对了吗 同学们现在是我们的喝水时间 那么你们有喝很多水吗 一天至少要喝八杯水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喝水 老师在这里等你回来哦 我们喝完水了之后 才继续进行我们的科学练习 再来 对 这边的声音 等我来 下来 我们下来 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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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欢迎回来 你们都补充水分了吗? 浪完水了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练习题吧 接着呢,我们来到了下一面 C 这些动物的哪个身体部位受伤或失去的 有什么后果 把代表其后果的英文字母填在圆圈里 那么我们先来看它要写的 就是横线上要写的这些东西 触脚 尾巴 翅膀 毛发 起 胃 那么这些填充呢,就要填在横线上 那么圆圈里面的呢 就填上它的英文字母 J L N K M O 现在我们来看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J就是无法补食 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己找食物了 没有办法吃东西了 L N 难以试别方向和寻找食物 就是它不能知道方向应该转左还是转右 然后呢,它也无法寻找食物 就是它嗅不到 它也 嗅不到食物的味道了 所以他就不能找食物了 N 不能飞行 无法逆食 所以他不能够飞 所以也不能够找食物 K 遇到天敌时 无法做出反抗 就是他遇到敌人 别人要来伤害他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反抗 N 无法游得快 难以寻找食物 就是没有办法游得很快 所以他的食物 游得比他还快 他就没有办法吃到他的食物了 O 冬天来临时会冷死 就是他没有办法保暖 他会很冷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鳄鱼 鳄鱼的什么东西受伤了呢 他的尾巴受伤了 这个就是尾巴 所以我们要把尾巴写上去 尾巴 好 那么尾巴受伤了 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呢 尾巴受伤 他就没有办法 遇到天敌的时候 无法反抗 就是他 当别人来伤害他的时候 鳄鱼 没有办法用他的尾巴 来去保护他自己 所以这里我们要写上 K 第二题 我们看这个小鸟 这个小鸟 他的什么地方受伤了呢 他的嘴巴 可是我们叫做 会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填上 会 他的会受伤了 这样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呢 他没有办法吃东西 所以他无法补食 所以他无法补食 没有办法夹起食物 没有办法吃东西 所以无法补食 是J 我们填上 J 第三 这个鱼 他的什么地方受伤了呢 他的起受伤了 哪一个是起呢 就是这个 起 所以我们填上去 起 他的起受伤 那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呢 起是帮助鱼游泳的 所以这个起受伤 他无法游得快 难以寻找食物 那他的食物 比他游得还快 比他烤得更快 所以他没有办法吃到食物了 所以我们这里要写 N 这个蟑螂 他的头上有什么呢 他的头上有 触角 这两条长长的 我们叫 触角 所以触角 要写上 那他的触角受伤了 怎么办呢 他就没有办法 感觉没有办法 嗅到食物在哪里 所以 他难以识别方向 和寻找食物 他也不能分方向了 不知道这里是左 还是右 也不能找食物 也不能找食物 所以我们写上 L 再来 这一个是绵羊 那么绵羊 它没有了什么 我们看箭头 它指的这边 其实应该是有很厚的 毛发 毛发 对吗 所以我们来写上 毛发 那他没有了毛发 他冬天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很冷很冷 甚至有可能会冷到死掉 所以我们填上O 因为毛发呢 是保暖的 让你不会太冷的 好像我们的衣服这样 所以我们写上O 最后一个蝴蝶 你看箭头 蝴蝶的什么地方受伤了呢 蝴蝶的翅膀受伤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上翅膀 那么翅膀受伤了呢 它就 没有办法飞 也没有办法觅食 觅食的意思就是找食物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写上 N 同学们 那么下面的结论 动物的身体部位 可以保护动物 让动物继续生存 并延续后代 那么这个结论呢 我们要写三次 这个一二三次 让你们写三次 跟着写这个结论的句子 记得写三次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D 动物各部分 有什么重要性 把答案 把代表答案的字母填写在 圆圈里 我们来看 W 会让动物着实 是让它吃东西 Y 苦 帮助动物游泳 X 毛发 让动物保持温暖 Z 外壳 外壳 让动物躲避危险 所以呢 我们看图片 它是属于哪一个 我们就写上 它的英文字母 第一个 来我们看 它是青蛙 那么青蛙在做什么呢 青蛙在 游泳 它在游 它在游 所以呢 就是Y 青蛙的 谱 这一个是它的 谱 看到吗 同学们 那么它的谱呢 帮助它游泳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写上它的代表字母 就是Y 好 那么第二题 你看到这个公鸡 它在吃东西 它用什么吃呢 它用它的 会来吃 我们看到吗 用它的会来吃 所以 W 会让动物着食 所以我们写上W 第三题 就是狐狸 狐狸有 它的毛发 对吗 你看到它正在下雪的 很冷的 所以 毛发 可以让动物 保持 温暖 就是 X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上 X 接着呢 第四题 外壳 那么这个外壳 可以保护乌龟什么呢 可以保护乌龟 外壳 外壳 让动物躲避 危险 那么就是Z 所以我们写上Z 好 接下来呢 一 如果动物的身体部位受伤了 将会有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它会怎么样呢 那么 这个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把它删掉 是要你自己写在这里 不是打勾 同学们 要你写在这里 那同学们 我们把这个删掉 其实不是打勾 是要你写上 它的答案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 脚鸟 脚鸟呢 它的翅膀受伤了 所以翅膀受伤呢 会怎么样呢 翅膀是帮助飞的 所以它就不能飞 对吗 所以你可以写 不能飞行 或者是你写不能飞 也是对的 同学们 不能飞 好 那么不能飞的话呢 它就不能够回到窝里 对吗 它无法回到它的窝 就是它的家 如果你只是写不能飞 也是对的 那么第二呢 它还不能做什么呢 如果它翅膀受伤了 它就不能飞 不能移动 来去找食物 所以就是无法移动 所以就是无法移动 去寻找食物 再来 鱼 鱼 鱼 你看到吗 它这里 它的起全部坏了 它的起 已经坏到完了 如果它的起 会怎么样呢 起是帮助于游泳的 所以它的起 它就无法游泳了 无法游泳 无法游泳 然后呢 就不能躲避危险 再来 再来 它的起坏了 它就 无法 来 躲避 它的敌人 所以我们可以写 无法 躲避 敌人 好 那么第三呢 这个是蟑螂 蟑螂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触角 断掉了 它的触角 没有了 断了 坏了 所以它就 无法 因为触角是帮助 它秀气味的嘛 还有发出信号的 所以它两样东西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不能 修气味 所以不能修气味 所以不能修气味 就无法得到食物了 再来呢 它不能发出信号 不能发出信号呢 它就无法 和它的同类 沟通 就是讲话 所以同学们 你们都做对了吗 接着呢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面 那么最后一面呢 老师要你们 画画 F 画出三种 有相同 身体部位的动物 就是说 比如说 第一个 有鳞片 那么有什么动物 是有鳞片的呢 你要画出三种 有鳞片的动物 比如说 鱼有鳞片 蛇也有鳞片 穿三甲也有鳞片 穿三甲也有鳞片 所以你就要画出 这三种动物啦 那么现在 我们一起来画吧 这三种 有鳞片的动物 好 第二呢 就是 有脯 那么有脯的 通常都是在水上活动的动物啦 就是比如说 鸭子 青蛙 或者是鹅 这些动物都是有脯的 所以我们可以画上去 所以这呢 就是鸭子 青蛙 鹅 你看到它们的脯吗 再来呢 就是有触角 那什么动物会有触角呢 有触角的动物 有触角的动物就有 比如 蟑螂 蚂蚁 或者是蝴蝶 都是有触角的 所以你就可以画上 这三种动物 动物 再来最后一个 有外壳 那什么动物 有外壳呢 有很硬的壳的 动物 刚刚我们有提到很多 比如蜗牛 乌龟 乌龟 或者是我们 看到的棒 都是有 外壳的 我们可以画上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老师的答案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答案吗 都可以画进去 哦 同学们 那么我们的科学课 就在这里结束了 你们对动物的这个单元 都有了解了吗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老师看到了呢 就会尽快的回复你们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按赞 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啊 家人们看 同时呢 你也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要打开小铃铛哦 那么我们上传影片的第一时间 你就会收到通知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 马上观看我们的影片 同学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你们的观看 拜拜 谢谢大家 文字幕志愿者 诶